美图公司公告,根据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截至2024年6月30日指6个月,公司拥有人应占经调整净利润相较去年同期预期录得增长不低于80%。 如果将若干非现金及非运营项目纳入一并考虑,期间公司拥有人应占净利润相较去年同期预期录得增长不低于30%。 集团透过会员订阅模式收费为主的影像与设计产品业务收入持续高速增长,而该业务具有高模利率,其快速增长带动了运营杠杆效应,带来更高的利润增长。 以上业务的收入增长,主要由生成式AI技术提升影像与设计产品力,为用户提供效果更好的图像和视频处理、视角创意设计等功能,持续驱动用户付费。 和快速的全球化发展,集团的影像产品在中国内地以外的多个国家应用商店名列前茅,推动用户及订阅会员的商增长。